选举日进,屏东的检署呼吁民众用于检举汇选。 图本报资料照 分享 屏东的检署接获情资至屏东县久如乡民代表阳性参选人涉嫌以现金买票,经检察官吴灵家指挥离港分局及屏东调战,前往参选人住处搜索,扣的现金3400元及名册记事本等证物,并带回6人侦讯。 检察官讯必认为阳性参选人涉嫌重大,昨天下午向法院申请羁押或准,这也是评宪第一位因会选遭羁押的参选人。 久如乡民代表选举共分次选区,总计要选11席,第一选区5抢3,第二选区5抢4,其余选区同额选举,又竞争的选区,选情十分紧绷。 第检署始于9月初就接获情资,经检境搜证,发现参选人涉嫌以每票500元,向酒如香有选举权的民众买票。 检察官认为阳性参选人涉嫌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有契约会选之前,未免串政。 昨天下午向法院生请羁押获准,选举日进,屏东的检署呼吁民众用于检举会选。 若发现有会选情势,请民众拨打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案4即有专人处理,并对检举人身份保密。 红尔夫优4-025-012-099,拨打检バイ Intelligence。